出埃及记 第十七章 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一战一战从迅的旷野启程 在利菲定安营 在那里人民没有水喝 因此人民与摩西争吵 说 给我们水喝吧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 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人民在那里渴望得水喝 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 以及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呢 摩西向耶和华呼求说 我要怎样对待这人民呢 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打死我了 耶和华回答摩西 你要到人民的面前 要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和你一起 手里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 看啊 我必在河列山那里的磐石上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 使人民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萨 又叫米利巴 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吵 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 那时亚玛利人来了 在利菲定和以色列人争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玛利人争战 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 手里拿着神的杖 于是 约书亚照着摩西吩咐他的行了 去和亚玛利人争战 摩西 亚伦和护尔都上了山顶 摩西举起手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把手放下来的时候 亚玛利人就得胜 可是摩西的两手疲乏了 他们就搬块石头来 放在摩西下面 他就坐在上面 亚伦和护尔一边一个 扶着摩西的两手 这样他的两手就稳住 直到日落的时候 约书亚用刀打败了亚玛利王 和他的人民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号 从天下完全抹掉 你要把话写在书上 做纪念 也要告诉约书亚 摩西筑了一座祭坛 给他起名叫 耶和华尼西 摩西又说 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 耶和华必世世代代 和亚玛利人争战 我去做约书亚玛利的名号 给他打败了